蔡博士你觉得我们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到一千块 我说此生毫无悬念没有希望 两年前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多次上网路节目扬言 台积电股价不可能上千 还说此生毫无悬念 如今台积电晋升千金股 蔡正元的访谈被挖出来狠狠打脸 网友狂酸这一波如果政治脑真的赚不到 可怜哪可惜没赌切副 世纪笑话国民党最会拼经济 如果选错人还真的看不到 还有人说可以让他再讲一次两千元吗 成熟自成 现在中国大陆拼命在盖场 所以以后攻击量会大增 然后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面粉价格 那你已经缩小了 你说他还能够价格上涨吗 2017年就讲台积电会上千元 中国的落后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 已经是没有办法竞争了 所以这个原来台湾有很多人 把台积电讲成美积电 说台积电掏空台湾 所有各种污蔑台积电的事 在过去这两年非常的多 那我相信今天都得到很重要的检验 不管你三奈米两奈米或一奈米 台积电的领先到现在为止没有对手 除了蔡正元 台积电股价破迁 被网友呼巴掌的 还包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上回总统大选 他到赖新的本命区台南造势 台上降下巴菲特卖台积电ADR 生意人最准 生意人怎么会先走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危险危险 如果他上任台海战争危险性 一定最低 如今哀酸根本不懂经济 中国的科技发展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那你硬要去跟市场唱反调 那接下来就是炸到自己啦 对跟天兵一样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曾经说过的话也吞不回去 蔡正元柯文哲过去 唱衰台积电言论 在霍国神山发威上千后 狠狠被打脸 民事说在里期台北报道